這是人的還蠻多的 而且感覺人物還蠻精緻你們會發現 其實比上一次好很多 好現在就不知道出在哪裡 進去 哦有沒有 超帥的 然後進去之後就來到這裡 然後這個是綠色的隊伍 操作部分的話其實 他裡面有幾個武器 他剛才就要你收集幾個 幾個小東西 然後就可以去吃 然後速度就越來越快了 旁邊一直會有人解說 但是因為我聽不懂英文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東西 本來是不抱持太大期待 但是實際上看我就 欸 蠻厲害的感覺 然後 有些人可能會說 欸 怎麼排隊一直進不去的感覺 我非常推薦你們可以下載一個 叫TouchVPN的 好像聽說就是翻到 北美那邊 就是美國那邊好像比較好進去 然後我們這次終於開始有一些競賽有些 而不是像上次就是 就單純的在那邊逛逛 不知道要衝啥會的感覺 我們去吃吃那個 有沒有看到看到亮亮這個亮點 喔 你看有沒有 然後就加一分 然後分數應該就加 唉唷 唉唷 你看還可以當滑雪道的感覺 一直咕溜咕溜的滑的感覺 唉唷 你看這次還蠻好玩的 但為什麼我的score都沒有在增加的感覺 喔 我酷了 酷了 酷了 有沒有看到 跳 欸 這次 哇 這個感覺 喔 你有沒有看到我加30分 我終於有分數了 如果你同一個區域人數比較多 你畫質就會比較差 但目前其實沒有到 全部都集在一團的感覺 所以其實畫質看起來都還蠻清晰的 哇 整個畫面超漂亮的 好夢幻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感覺超喜歡的 天啊 你會發現它其實 展示的場景都很像是 OtherSide的每一個 地圖的樣子 我覺得 哇靠 這個 這次做起來真的有那個 Fu欸 真的 好興奮好興奮 所以這個就是展示給大家看的樣子 大家一定一定要來試玩看看 一定要來試玩看看 我真的覺得 它比上一次開放出來的畫面 進步非常的多 我覺得會讓你覺得 有一種 進入到未來世界的樣子 或是一個森林世界 精靈世界的感覺 哇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飛起來的感覺 也太帥了吧 哇靠 那就先錄到先第一個片段 那後面有什麼 特別的補充事項 就跟大家分享 齁